可能会出问题 就是要了解 List1切割之后放在List2 然后再透过List2去抓我们要的栏位资料 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将来就蛮容易的 最后讲一下取绝对路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档案先预先把它 复制贴到自己的根木底下 所以我路径基本上就写这样就可以 可是未来如果说我今天 我的路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是放在哪里 假设我这个路径把它删掉 现在执行应该就找不到 所以我现在应该就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路径的话基本上点上面一下 理论上 把它跑一下 在我们的下载地方点一下 在这里download 这路径 我的习惯是点上面一下 它会有个字串 那你这C底下的那个users 就是如果你将来你要去抓 它那个斜线部分 一样你要变什么 就跟那个双引号一样 反斜线要多一个 这边一样要多一个 这边要一个 这边又要一个 OK 如果有同学想说老师将来如果路径很长一串的话 怎么办 有没有简单一点 我们执行看一下 这样就OK 可是有同学 刚刚我讲的那个问题 那不是一串不是每次 而且如果以后有一堆的路径的话 那不是要改了半天吗 交规定一个方法 如果我说将来 你不用这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在 这一个如果你不加 那个斜线的话 你只要在这个字串的前面加一个符号 加一个小R就可以了 那加了这个小R之后的话 意思是说后面的这个斜线 它一律都会自动帮你加什么 加上变成 两个 OK 等于是说一个取巧的方法 前面再加一个小R就可以了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OK 执行一下 你这样也OK 所以如果将来你不想要加两个 反斜线的话 只要在这一个 字串的前面加一个小R 也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讲了几个题目了 包含就是串列的使用方法 有没有 Score 然后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 就是用什么 用append 把它append的进来 OK 这边的话 如果我要把资料 那不过这个是已经读进来 append进来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外部读档的部分 读档的部分就readline realize 还有reader OK 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分的话 把它从档案读进来 我们最后是讲到用外部读取的方式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当然后面的话 我们还有就是 又要再更上一层楼的题目了 不过请各位回去 一定要务必把那个串列这个形态熟练 另外的话呢 读档也要非常的熟 因为其实层次不多 但是切记就是说 将来可能会遇到蛮多状况 就是串列里面还有串列 串列里面还有串列 可能有好几层的串列 那如果你将来希望呢 可以很轻易的就把问题解决的话 那这些绝对都会遇到的 OK 像我们现在是只有两 List1 把它切割放List2 那未来其实还会遇到蛮多状况 是可能还在继续切的 可以试一下 那今天的话原则上 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我们会再继续看像CSV的档案形态 那后面还有一题是 也是类似计算成绩的 不过成绩的话呢 刚刚只有一个成绩 现在变国文英文数学 而且呢 还有加上那个人的名 就真的是 有点类似像在Excel里面 做一些操作 只是说在Excel里面都是看得到的 然后它的栏都分成A栏 B栏 C栏 D栏 但是在Python里面 变成怎么样 你这些全部都要用串列来解决 那这些串列的话呢 也都是看不到的 都虚的 所以变成 最好啊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遇到有些地方 变数里面的资料不太清楚的话 你不妨可以用Printer 把它先Printer出来 试一下 你不妨可以用 你不妨可以用 那个